第二節我們繼續講獵巫 獵巫在歐洲是相當重要的歷史 也使歐洲文明經過一次這樣的馬失前提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錯失 而得到一個成長 知道後來的所謂文藝復興得到一個刺激和一個知長 對歐洲文明或者世界文明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當年這個宗教上的迫害 使得整個歐洲甚至後來蔓延到十八世紀的美洲 都發生過一個獵巫的事件 幸好中國沒有 印度沒有 阿拉伯國家都沒有 當然南美、非洲的地方都未曾波及 那麼獵巫事件很多人分析 就是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很大人害怕的 就是一個叫恐慌 獵巫是一個恐慌 是一個當時文明社會的恐慌 人類的無知 認為萬物都有一個主宰 當然這個是一個假定 但是很多人都相信 而這個主宰之外 是別無其他的力量 他也不知道中國有他的天地良心 有他儒家的學說 又不知道世界上是有其他的大陸、大洲 各有各地方的文化 以及各有各地方的不同的尊敬的神靈 所以他是唯一 而排斥其他宗教的一個信仰 好了 那麼這個恐慌 就是這個信仰 時事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威脅 這個呢 歸咎於可能 有些巧合 可能是一些穿著附回 而太過信任一個能力的萬能 就引致到恐慌的產生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將人間的所謂的信任 歸咎到一個教會 變成了 產生聖經無誤率 或者教皇無誤率 這兩個最大的無誤率 引致到這個教皇的權力 是得到無限 從高的指引 而且他沒有限制 你知道權力 無限制的時候 無監察的時候 這個權力就會變成獨裁 而且會變成 很恐怖的一種手段 所以呢 我們 無論如何 都是反對獨裁和專制的 因為獨裁和專制會惹起 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不安 歷史上已經教訓了我們很多次了 專制獨裁是永遠不能夠 站得久 站得穩的 也不是一個好的政治的方法 管理人民的方法 好 講回獵巫 最初起 起源 因為 多明尼我 這個 天主教其中一個 會 有兩個神父 寫了所謂魔鬼學 的經典 什麼叫魔鬼學呢 魔鬼學呢 就是說 研究魔鬼的一種學問 那世界上有沒有魔鬼呢 那 在宗教上 必定要肯定 有這種這樣的物體 因為 他們的宗主 就是 善良 那 惡 是怎樣出現呢 善良的對面 善良的反應 或者善良的敵人 就是 惡 那為什麼 善良 會製造到 惡呢 是一個暫時性的設定 而呢 人為萬物之靈呢 是有他那個 那個 依知的自由 選擇 善與惡 那這個是神學上的一個 設定來的 一個 挺激發人心的設定 人可以自己選擇 有他意志的自由 但可惜 很多時候呢 譬如 獵巫這個 這個 這樣的 運動呢 就 使得 這個 人的 意志自由 呢 受到一個挑戰 譬如 當年呢 有很多 所謂毛 那毛呢 多數是女人來的 他們呢 其實呢 就是 一些很聰明的 鄉下婦女 她能夠呢 醫療 或者 能夠 幫助到生產 或者甚至乎呢 是可以 在掃說 解決著 一些人間的 社會的問題 那這些 婦女呢 因為她有一種這樣的 醫治 或者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所以呢 很多時候 受到 懷疑 因為質疑他們 為什麼有這種能力呢 那 唯一 在 宗教狂熱 社會呢 就覺得是 魔鬼 是 邪道的人 邪道的東西呢 能夠 影響到 他們的 智慧 那麼 於是乎呢 就 產生呢 要消滅 這種這樣的 婦女 或者毛婆 或者毛術 的 行為 那麼 這種 行為呢 這個 證據 於是 他們的法庭呢 就 實施著 這個 裁判 這個法庭呢 就叫做 宗教裁判所 在 這個 歷史上呢 是一個非常之黑暗 殘酷的地方來的 因為呢 所有的宗教裁判所呢 和 凡間 的 裁判所不同 就因為呢 它是依據了 一些 法律 這些法律呢 是 所謂 天使之除 那個 或者魔鬼 這個 巫婆之除 這本書呢 而決定 這本書是 那兩個神父呢 自己作出來的 那 經過審訊呢 這個審訊呢 也是一個 非常之 殘酷的 審訊 它有很多呢 的 刑固的 方式 譬如呢 怎麼認定你是一個 蒙婆呢 是和魔鬼有接觸 或者呢 和魔鬼發生性行為 或者甚至乎呢 受魔鬼驅使的呢 這本書呢 會講到 她 這些 這些 人 或者婦女 浸入河的時候呢 那些水呢 吊你下河 看你浮還是沉 那多數呢 都是沉的了 現在科學證明呢 是 少過一 那它呢 沉完之後呢 它就浮回上來 那這些這樣的試驗呢 就算得到一個 不是 否定你是 被勞婆的身份 但是你呢 都飽受這個 河水 這個水型的刺激 和租質了 或者甚至乎呢 解開你那個衣服 在你的身體裏面呢 抄啊 找啊 尋找一些呢 證據 譬如呢 你有些黑字 或者有些胎字 那些胎字和黑字呢 就說你是 這個魔鬼的寄人 甚至乎呢 如果你家裡 是養了一些貓 養了一些小動物 就說你呢 和那些貓 或者小動物呢 就是 是一種 魔鬼的師者 叫做familiar 英文 這樣呢 就會呢 假定了 假設了你是 毛婆 是魔鬼的 情婦 或者魔鬼的代言人 甚至乎 魔鬼的幫兇 那 於是乎呢 用很多 學營 是你 估不到 文明社會 是用得些 或者宗教的全體 會用一些 這樣樣的殘酷 令人 要生不得 要死不難的學營 來到 要逼你招供 招供什麼呢 第一 招供呢 你和 那個毛婆 和 魔鬼的接觸 一定立合約 你們說過什麼 那在整個過程裏面呢 受不住刑的呢 都是要自己 作一些出來 作到一些 離奇古怪 去參加 這個魔鬼的夜宴 或者魔鬼的集會 甚至乎 魔鬼呢 性交的一種過程 這些涵難 是作出來的 現在呢 尚有這些文件呢 流落在歐洲的歷史上 跟著呢 它是需要你呢 供出其他 和這個毛婆有關 和你的組織有關的人等 如果不供出呢 你呢 就 受到 很殘酷的刑罰 那這個時候呢 通常的人呢 就把自己 認識的人呢 的人名 盡量拋出來 以為呢 可以 減輕自己的 痛苦的刑罰 原來不是的 原來呢 哄了你 供出這些人物的 聖名之後呢 這些 宗教裁品所呢 就去抓人 抓了人之後呢 就在 供出這幾 這十個人裡面呢 又重新 運用私刑 要供出另外那十個人 一傳十 十傳百 這樣傳下去呢 死得人多呢 不是奇 那這些 所謂毛婆 在聶武時候呢 他們呢 在歐洲呢 通常呢 是受到 火刑的懲罰 那這個火刑呢 就放在一條柱那裡 這條柱下面呢 就堆滿了乾柴 然後呢 就 怎麼做乾柴 將它燒毀 因為魔鬼呢 是應該落地獄 受到火的消滅的 那這個 這個 巫婆呢 這個這樣的女士呢 也會因此呢 飽受痛苦之後呢 然後呢 受到火刑的殘酷的燒焦 那這些人呢 圍觀人呢 還很開心 因為你們看到呢 他們消滅了魔鬼 消滅了魔鬼的代言人 這個呢 這樣呢 在歐洲呢 是另外 使到 上萬的人 受到一個這樣的 懲罰 或者 遭責 或者冤枉 以最後呢 也蔓延到去 美洲 在沙龍這個地方呢 也產生了蝶毛 也 問吊了 問吊就是 懸掛他們的 人 上一些樹 或者在一些 搞營台上 雖然只剩下一個全屍 但是呢 都要 死亡 來做最後的 貴宿了 在英國 蘇格蘭的地方呢 主理的 母婆 也是這個 這樣的方式 相當殘忍 相當恐怖 直到呢 十八世紀的末期呢 然後 世界上 開始慢慢 知道了 人類自己的 愚蠢 慢慢呢 取消了這個 這樣的法律 這個是法律 這個是 依法辦事的 那你說 是不是一個 很恐怖的 年代呢 好 今天呢 的母婆呢 講到這裡為止 下次呢 我們再可能 找新的題目 跟大家講講 就此呢 再見 拜拜 跟我們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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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